才知道 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很多人可能都曾经或者正在受到头皮屑的困扰 有的时候只要手轻轻一拨就会掉雪花 非常尴尬 实际上头皮屑就是死掉并且脱落的表皮细胞 头皮屑过多就说明头皮细胞死亡的速度比较快 而这背后有很多的影响因素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油脂和真菌 头皮屑比较多的人头皮一般都容易出油 这样以油脂为食的真菌就很容易聚集 真菌在繁殖生长的过程中会把油脂变成油酸 刺激头皮细胞 导致大量的表皮细胞死亡 形成头皮屑 所以减少头皮屑的根本思路 就是减少刺激和抑制真菌 首先洗头的时候要轻柔 减轻对头皮的物理刺激 洗完头之后尽量充久一点 把残留的洗发水都充干净 尽量少用发胶之类的产品 减轻对头皮的化学刺激 其次还要注意对真菌的抑制 去泻洗发水中就含有各种的抗真菌药物 选一瓶合适的洗发水通常就足够了 当然如果有严重的头皮屑 致抑性皮炎这些情况 还是要尽早就医 根据医院检测的结果 使用专门的药用洗发水